男人的天堂 女人的客套 欢迎来到魅力演习社 Hello 大家好 我是彭九阳 今天我们导演很奇怪跟我说 今天要聊一下时尚话题 我很想顶他一句 平时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呀 不过呢 既然聊到时尚话题 首先请出我的好朋友 资深造型师 石言 石言 你说你是个造型师 你今天真带着造型登场的 没错 你这个造型什么意思啊 看一看就知道 透明的伞吗 黄色吗 你偏爱黄色 我知道了 最近其实有一样东西很流行 是什么呢 就是透明的单品 没错 再说到透明的单品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透明野时尚 好 首先呢来介绍我们一下 今天的美女嘉宾 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号陈思恩 Mika 记住我 Mika 大家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施佐雅 请大家记住哦 我们就叫你朵朵 好不好 朵朵 大家好 我是三号 石柳亦 Vivian 我知道你叫Vivian 来 Hello 大家好 我是歌手玛瑞拉 好 玛瑞拉你好 你好 今天现场的气氛呢 很奇怪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陌生黑客 他就坐在那里 你是来玩的吗 我们的网友朋友啊 一定要关注我的节目 登陆乐视网来到 魅力研习社 有机会呢 获得我送出的神秘大奖 而且奖品是什么呢 在我们节目的结束的时候 会告诉你 向你揭秘哦 马上来介绍今天的时尚单品 第一件呢 就是透明防晒衣 来 来 来 邀请 Mika 你这一件是 我觉得是普通的白衬衫 对啊 有什么特别吗 它不是啊 它不是透明的防晒衣 其实是这样的 下面给大家变一下 变身 变身 好 这件衣服 配你这个伞吧 没错 来 打起来 我感觉这件衣服啊 如果说这样子穿 会不会更性感呢 掌声鼓励 来 为我们展示一下 来 你们展示一下 来 这个非常的好看的 这件衣服 这件防晒衣 我没搞清楚 其实我感觉 它一点都不放晒 全都是眼 怎么防晒元素在哪啊 你告诉我 实验 其实它最早以前呢 就是有一种 就是那种钓鱼用的 那种衣服 演变而来的 它有一定的防晒作用 但是如果真的 想要防晒的女生呢 建议穿这件衣服之前 还是里面要擦上防晒霜 否则的话 你就会晒得黑黑的 其实我在想 如果说野外浇游的时候 这样打扮很不错 对 没错 还比较醒目 而且呢 很多的糖果色 没错 很多好看的颜色 很适合夏日 适合年轻的女孩 不错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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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有看到 朵朵身上的那一件 全都是大网眼 什么情况呢 今天又流行起来 镂空了吗 没错 我们小心朵朵 哇 这是一件 你扎得慌吗 我感觉上面都是字 就是有点想起来 我姥姥家以前的一把椅子 没错 好复古 可能是设计师的灵感 就来自你姥姥家的那把椅子 没错 是来源于生活吗 朵朵你这样的搭配 有什么想法呢 为什么要这样穿 因为今年最流行 这种日系的 镂空毛线衣 然后我觉得穿上去 很毛茸茸的感觉 很舒服 另外就是说 其实今年啊 就很流行这种 宽松的毛制品 没错 那如果毛制品呢 会显得有些厚重 如果在身上有一些 镂空啦 网眼啦 会更可爱一些 还有比较通式的感觉 还有一点 还透气呢 没错 这样的镂空 里边该搭配什么呢 难道也是 就直接这样 带着布拉就出门吗 其实我觉得 她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呢 还OK 但其实我觉得 如果给她建议的话 要穿得更好看一点 其实里面可以穿一个 小的 小可爱的衣服 小可爱 对 小的一个短的T恤 就是吊带 吊带衣服 我在想就是穿一个吊带 因为如果说吊带啊 吊带到下面的时候 可能会多出来一块 形成一个层搭 感觉还不错 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呢 还能够防寒 对 小肚子不会着凉 对 您看什么呢 我看她呀 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怎么样看起来 我看你戴这个眼镜啊 你真的看不清楚 来朵朵 你让她走过去 让她看清楚 来一点嘛 为人家就算了 谢谢朵朵 最近啊 时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有这么一个 美女明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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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可能是选错了衣服 在走红地毯的时候啊 有些出球 不过呢 也达到了一些效果 就是说 引起了时尚界的劲爆花品 没错 她穿了一件什么呢 也是一件 类似于透明的衣服 是一件蕾丝的衣服 是一件蕾丝的衣服 秘密 没错 那我们第三件时尚单品 透明的蕾丝的一些时尚单品 好 有请 美女明星 我也是想 就是看到那个新闻 然后突然想到 我自己也有一条 来灵感了 对 那件事情 因为透明嘛 然后现在 人家穿黑你穿白 人家穿上面你穿下衫 模仿得很好 不过这条裙子啊 我没看懂 什么情况 这是个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腰疯 这是个腰疯是吗 是一起的吗 对 它是连在一起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 腰疯的基础上加了一个 对 时间你评论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 腰疯的单品 然后呢 加了一些 这个束缚的这个袋子 然后呢 顺势给它用一些 透明的蕾丝 加了一个下板 我明白了 就是说这个蕾丝啊 咱们要勒一个束缚 对 要不然就像某明星一样 这个肉啊 肉欲横流 对对对 不过这条裙子呢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时尚元素太多了 如果一件身上这个 整身的装扮 如果全是时尚元素的话 会让人觉得很夸张 倒显得没有重点了 像圣诞树一样 比如说腰疯 近几年很流行 还有呢 蕾丝也很漂亮 也很流行 同时还有绑带 同时还有绑带 对 你注意没有 有这个绑带 他把三样东西融合到 一件里边 就感觉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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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hero 这一件 pass掉 我不喜欢 没错 我也不喜欢 这样吗 远远 我们把它脱掉吧 好 好不好 OK Formula 味道 Cotton 这样的 好 对 好 所以要多得开心一点 在我认为 就是说 他讲 我们一不满意的 就是这个妖风很宽 他可能比较适合欧洲人 然后因为他的骨架会比较大 但我很喜欢的就是 他这个绑带和蕾丝结合到一起 他把狂野和这个柔和 搭配在一起 哦 绑带 绑带属于狂野的范畴 那蕾丝呢又是性感 就是说性感小野猫 对对对 这个想法不错 对 但是就是 腰风好像有点过于宽 对 没错 不过蕾丝我还是蛮喜欢 因为他透明的那个若隐若现 感觉就是 对 很有神秘 好 然后 OK 哇哦 对 但是今天我还带来了别的 一些单品 就是 透明有关 就是我昨天刚刚找出来的 诶 透明的包包 对 这是游泳的时候 因为怕 怕就是沾到水 怕沾到水 防水 对 又透明又好找东西 然后这个是装泳衣的 哦 装一点小物件 对对对 又透明又好找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呢 其实呢在今年的很多大品牌 各大品牌都推出了透明的单品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 真的是要拿这个包去背一些什么东西 让别人看到 其实有的时候背这个包也是一种 一种喜上的态度 一些透明的单品 今天在现场来了一位大美女 就是我们的歌星马瑞拉 来瑞拉 请你登场 有请 哇 真是好正点啊 因为我第四个话题要介绍的呢是透明的内衣 不过你今天可戴了 酒阳的这个主题啊 没有没有跟你们开个玩笑 其实今天来的时候比较匆忙 所以不好意思我直接给他穿到里面 就没穿内衣是吗 我今天穿的是楼空的 楼空的内衣是吗 我的楼空在这里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透明在哪里 因为刚才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 我里面的这个衣服其实是若隐若现的 其实里面除了外面的这个蕾丝 里面穿了一条打击裤 不是打击裤 因为我的这一层是我特意选的 这个外面是蕾丝布料 里面还有一层其实跟肤色一样的 是肤色 我明白了即时呢 这个透明内衣啊并不透明 里面有底料 没错 对还是有保护的 明白 说到这个若隐若现啊 若隐若现似闪电啊 保护前的话 我觉得这个如果会挑选内衣的话 这是我们女孩的一个小心机 没错 而且如果你穿出感觉的话 对男人其实是个足够的吸引 如果你有男朋友或者有老公的话 动一点小心机的话 可能会对他们也是个足够 动机脚展示 那你都会怎么样展现自己的心机呢 嗯 你会穿着这样透明的蕾丝内衣 然后走到男后面前 在他面前跳舞吗 会吗 哈哈哈哈 你要我给你跳一个看吗 我要我要 大家要不要 哎呀 我们现在躲了 我们都没有福利了 赶紧来一个 嗯 好 你来当我打到吗 你来当我打到吗 哎呀我看完一天有足够的下声力 好好好 能给我一点音乐吗 来来来 来 来 好我来 好 好 好 性感 好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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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你又发现什么 这项链是很透明的 哎 我发现还是女孩子比较细心 细心 对因为我今天搭配的这个 我特意选了一套 这个水晶的配饰 而且还有一套的水晶配饰 还都是一套 配合这个透明内衣对吗 会给人感觉 因为我们今天选的就是蕾丝的这个 主题 对对对 所以选的水晶的会给人感觉 比较通透一点 谢谢瑞拉 谢谢 不过呢 今天瑞拉真是精心的装扮 我有看到 我看出你的小心机 这条项链 这个耳环 来给我们镜头看一下 都是透明的 对 还有它bling bling的眼影 对 貌似我没有准备 其实花了一点小心机 诶 其实时尚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要不经意的设计 是不是 这设计了很多 但是大家看不出来 感觉好像我平时就是这个样子 诶 很自然 对 其实很多女孩子 可能平时不太注重这些细节 但我觉得 如果你挑好一点的内衣的话 就比如说质地特别好的 虽然外面 就像我的这一套 外面是那种 看上去就简单 美姿质地的 里面其实我是纯棉的 然后 其实这是 可能你们男的男人不太了解 就是如果这个纯棉质地的话 其实对我们女孩是 是有福克疾病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没错 也就是说我们性感的同时 也要保护自己 对 还是选择这个纯棉在里面 贴身是最理想的 没错 现在她穿的这款透明内衣 它里面是有一层 有一层衬底在里面 这层唇棉的 然后是比较肉色的 是贴近我们的肤色的 所以从外观上看上去 感觉是透明的 其实里面有一层衬底 那里面的那层唇棉 对 贴近我们皮肤 对我们皮肤也很好 因为在穿这些透明内衣的时候 就是注意我们平常该修剪的一些 诶 没错 边边角角 边边角角 修剪好 这个比尼线啦 对 这感觉 还有夜下啦 很多地方 就是说 其实刚才瑞拉有一句话 她说注意细节 没错 其实时尚大家渐渐的在生活中 都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这个观念里 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 最后大家比拼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细节 就是细节 没错 有句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 对 没错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 各位网友 朋友们 你们看够了吗 没有吧 没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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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